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现在开始面临严酷的寒冬考验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它的天气是摄氏零度 这个礼拜已经接近摄氏零下五度 预估很可能到了明年的冬天 按照过去的平均它至少零下15度到20度 目前俄罗斯所做的就是尽量地抓在12月的时间 进行无人机的全面攻击 为什么 因为整个无人机它的特色 它需要前面的红外线的摄像机 来作为它可以定位的主要工具 真正的进入到零下20度这样的天气 它也没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 所以现在最大规模的攻击 都会发生在12月左右 而乌克兰在最近也想办法透过西方对它的协助 恢复水电 供热等等 可是每次当它恢复了没有多久 电网来了 LNG的天然气来了 然后俄罗斯的无人机就立刻摧毁它 所以基辅的市长已经很明白地说 他们束手无策 他告诉基辅的市民 他们必须熬过这个冬天 可能没有暖系可用的情况 会延续到明年的春天 目前他们使用的方式是庇护所 庇护所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民众等于像难民一样到这里来 然后烧的是柴火 那这个柴火本身当然不够暖和 可是总比待在家里头冻死 也总比外面的战场来得好太多 目前为止呢 美国前北约的总指挥官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做Ben Hodges 他说冬季天气将让运输更加的困难 所以对乌克兰这是很不利的 你这种带轮子式的交通的工具 例如像坦克车 在冬天的天气里头 它会影响能见度 你没有办法作战 然后接着无人机 就是俄罗斯方面 没有红外线的热显像仪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这会使他难以清除视野 没有办法精准打击 所以他会提到这场战争呢 在12月的时候 很可能乌克兰越来越困难 但是俄罗斯的无人机 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就看整个寒冷的冬天 被俄罗斯作为武器的这个冬天 到底有多么残酷的 要来考验乌克兰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是俄罗斯的外长 过去一直不肯谈话 那么本来呢 11月底跟12月初 美国将派出他的国务卿 布林肯到埃及和俄罗斯的外长 进行会谈 俄罗斯突然拒绝了 而外长选择的方法 在12月1号的时候 正式地召开记者招待会 他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他明白地指出一个事实 他说在去年12月 很清楚的 当时他们愿意谈判 一次在瑞士 一次在另外一个地点 是布林肯 一次是次的国务卿 一次是正的国务卿 两个人都飞到欧洲去 和俄罗斯接触 当时他们提出来的要求 是想避免战争 只要你乌克兰收回加入北约组织 也就是说 从俄罗斯的外长 他的说法 罗夫的说法 俄罗斯在那个之前 从6月 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 8月 梅克尔去警告了 Zelensky 俄罗斯一直进行军事演习 他其实在拖时间 最后到2月24号 进行对乌克兰的侵略 那段时间里头 俄罗斯是想避战 只要美国逼迫Zelensky 收回加入北约组织 但是他认为美国 没有扮演这个角色 他觉得美国在这里头 最后煽风敌火 他为这个战争负起责任 所以拒绝跟美国谈判 乌克兰迎接二战以来最残酷的冬季 Ukrainian soldiers trudging through the splashing mire of the trenches This is how it will be all winter through rain and sleet and snow inches of territory lost and gained The Ukrainians don't just want to push the Russians back but also to get them to waste manpower and ammunition 韩风刺虎下 乌军在充满宁的豪沟中 对抗更精准的二军打击 进入冬季 多了寒冷和宁宁 这两道天然障碍 打地面战更加费时也费力 俄军愈加重用无人机和飞弹空袭轰炸 同样反映出冬季的乌克兰 对俄军地面部队也是一大挑战 坦克移动更加困难 能见度也是一大问题 The winter weather is going to make trafficability mor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for wheeled vehicles It also, the weather will affect visibility occasionally Now that matters if you're talking about drones being able to see, especially if they don't have thermal Winter for the troops on the ground starts this week Because the weather is changing now In the next few days, between now and the weekend It is expected to be below zero For consistently now 3 or 4 degrees below zero From now to the weekend And that will freeze the ground If there is a 90 cyclone in Siberia Which doesn't happen every year But it does happen Then it will go to 20 below or more And that will be life-threatening And the point is That in that case People in the trenches Some of them will just freeze to death 乌尔两军在冬季的进攻速度都预期会减缓 还可能进入战略考量的暂停期 但不代表乌克兰平民有暂时喘息的时间 战争进入第10个月 民众虽以习惯随时发生的空袭 但现在更要想方设法 适应能源攻击不稳的延东 学会在俄军攻击断电 政府修缮覆电 又遭攻击断电的反复过程中生活 他们知道这会是攸关生死存活的冬季 By targeting the energy grid And trying to switch off the power Wladimir Putin is creating a new front line Russia's missile strikes against the power infrastructure Make this already perilous work even more high risk Emergency power systems are urgently needed As well as anything that can help people survive The harsh conditions of war and the winter NATO members say they will stand by Ukraine 这个冬季将决定下一阶段的战争走向 北约外长11月29号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峰会 2008年北约就在同个地点 承诺乌克兰未来总有一天可入约 时至今日北约就调重弹 依旧把乌克兰入约放在遥远的未来 强调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 如何协助乌克兰安全过冬 承诺提供发电机和保暖衣物等 并协助基辅修复电网 但其温低至零下还不是最难以克服的挑战 战争现在进入火力数量对决 武器越充裕就越有机会胜出 俄军下机攻击最高峰 一天发射多达两万枚炮弹 近期一天内发射近百枚飞弹 英国军方11月23号发布的请资报告指出 俄军严重短缺巡运飞弹 从伊朗购买的自毁式攻击无人机 也极有可能快要用光 需要加购补充 乌克兰对武器的需求同样有增无减 无群消耗炮弹的速度 和盟友的武器扩存减少的速度 都是二战以来最快 而且盟友提供的高端武器 不是限量供应就是有维修问题 纵使北约不断表态会支援乌克兰到底 但现实是这场烧钱的战争已打到盟友恐后继无力 就连西方媒体都已开始质疑 北约还能支撑多久 纽约时报报导指 德国 法国和美国都谨慎把关 给予乌克兰的武器类型和数量 像是乌克兰想要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的 地对地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还有战斗机等先进武器 这些是盟友尚未提供 未来也不太可能提供的武器 Nito countries have provided some 40 billion dollars in weaponry to Ukraine so far to put it in perspective this is roughly the size of France's annual defense budget and so some of them say they're kind of hitting a brick wall that they can't really keep on giving weapons to the same extent because their supplies are becoming very diminished there is reluctance from some countries to give more because then they feel that they're leaving themselves unprotected Western officials are increasingly pushing Ukraine to be more efficient for example they're discouraging Kiev from firing a missile that costs $150,000 and a drone that costs $20,000 because the West understands that the war has become about the economy now Companies like BAE Systems and the other defense companies are producing more but to enable them to produce the sort of quantities we would need to supply Ukraine if this war was to go on for a long time they need to set up production lines and to set up new production lines they need money and the government as I understand it are not giving them that money but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France including the France that지를 the U.N.G. the activities that we would but the U.N.G. they don't recognize it for the French these were PU 美俄互控對方延續戰爭 無二又各自開出 對方不可能同意的談判條件 且在全球經濟衰退之際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國家重建需要1兆美元 基辅計畫啟動贊助方案 讓盟友參與重建 只是西方大國認為 俄羅斯才該為破壞烏克蘭買單 空洞的喊話 沒有停止戰爭的實際作為 殘酷的冬季就怕來年 還將再經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